人工皮它的作用其实就是 保护皮肤不要进一步的被 外来的细菌啊 脏水啊 然后让这些病原体直接穿透我们的表皮 到达我们的真皮层 可是人工皮其实它并没有 的功用 各位美医治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云和颜美学的院长刘成汉医师 我本身是皮肤科医师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是 发痕形成的原因还有它的治疗 一开始有伤口的时候呢 它这时候皮肤会释放一个讯号 会先让我们伤口附近的血液可以凝固止血 那接下来呢白血球就会跑进来 帮助这些受伤的细胞把它清除干净 包含这些病原体啦碎片都把它清除 这个受伤的皮肤就造成水分的散失 就会进一步的刺激纤维母细胞 去制造重新重组我们的胶原蛋白 可是它是很不规则的堆叠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产生疤痕的一个原因 如果今天受伤的部位是在皮肤张力比较大的地方 例如在下巴的地方 在胸口的地方 还有在剖腹产的位置 这些地方呢因为皮肤张力比较大 很容易就会产生疤痕 另外一个呢还是跟受伤的严重程度 也就是受伤的深度会有最大的关系 如果今天受伤呢只有局限在表皮层的时候 通常都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 不会有永久性的疤痕 可是如果受伤的程度比较深 已经到达真皮的上层的时候 这时候就很有可能很有机会 会造成永久性的疤痕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伤口固定的期间 一定要保持伤口的干净跟清洁 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一段治疗的期间呢 最好是可以避免所有的有刺激性的食物 包含烟跟酒都要尽量避免 第三个避免激烈的运动 因为对伤口有拉扯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组织的一个肿胀 第四个 如果你在后续的账户的期间 发现了有红肿热痛 甚至是有肾出癒的时候呢 这时候要赶快回去找医生 因为有可能已经有感染的风险 最后呢是一定要做好防晒 因为呢我们伤口在恢复的期间 这时候特别容易发生 发炎后的色素沉淀 所以防晒啊 不管是物理性化学性 用衣服也好 或者是用布也好 把它遮住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直到我们皮肤已经有开始 初步的愈合 或者是已经缝合拆线了之后 这时候我们才开始使用除发的产品 通常是发生在大概7到14天的时候 在你看它已经没有太多的胜出液 其实已经暗示着 你的伤口已经有初步的愈合 甚至还没有结痂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先用除发的产品 最好是使用里面有含细这个成分的 因为有含细这个成分对于水分的保护 这个伤口的恢复都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呢伤口的这个部位呢 它是比较容易发生过敏啊敏感 或者是这个地方的皮肤比较凹凸不平 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素肝的除发的凝胶 来取代原本的所谓的疤痕贴片 这样会比较服贴 而且可以避免过敏的发生 人工皮它的作用其实就是 保护皮肤不要进一步的被 外来的细菌啊或者是脏水啊 然后让这些病原体直接穿透我们的表皮 到达我们的真皮层 可是人工皮其实它并没有吸收组织的功用 所以在疤痕产生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要抵抗 要洗澡啊方便不要让水碰到的话 那你可以暂时贴人工皮 可是真的要让伤口恢复的时候 还是应该要用一些含细胶的敷料 或者是用矽胶的凝胶会比 人工皮还要更好 疤痕可以分成表浅型的疤痕 萎缩性的疤痕 还有增深型的疤痕 表浅型的疤痕 因为它可能只有伤害到皮肤的表皮 还有真皮上皮最多只会造成所谓的色素沉淀 所以这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做好保湿跟防晒 那产品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里面含有 纸化维他命C的产品 可以帮助加速这些色素的退去 那第二的当我们遇到的疤痕是所谓的萎缩性疤痕 其实萎缩性疤痕还可以细分类很多种 例如说有所谓的冰枣型 车厢型 滚动型 针对不同的萎缩性疤痕 其实它的治疗方式不大一样 包含了有电波 气化型CO2 飞缩雷射 帮助它的伤口本来比较宽 做完之后它会变得比较小 比较看不清楚 第三个增深型的疤痕 肥厚性疤痕跟蟹足种 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说 如果有蟹足种的人 它本身是跟基因遗传有关 而且它很容易会复发 甚至你治疗之后会变得更恶化 所以对于蟹足种的病人 我们还是建议先局部的注射 内固醇 或者是使用内固醇贴片 疤痕贴片这样的方式来治疗 可是针对真的很严重的蟹足种的病人 那我们就会建议把局部的那一块蟹足种 切除之后 缝合之后呢 然后再局部使用放射线治疗 或者是使用局部的内固醇 同时合并治疗 而不是选用镭射来治疗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是肥后性疤痕的患者 它往往是当初因为缝合的伤口的张力比较大 或者是当初可能有感染的情形 愈合的情形不够好 那这时候呢 不管是选择使用镭射的方式 或者是手术的方式 都是合理的选择之一 其实这个放射线治疗 当初是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整形外科医师 这个医师他的做法就是说 我们先把这个蟹足种的部分切除之后 然后我们把皮肤在比较深层的地方 都把它缝合的比较紧密一点 让表皮呢 比较不会承受到皮肤会有张开的压力的问题 那针对表皮的部分呢 接下来就让它接着做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就可以预防它进一步发生变成所谓的蟹足种 那台湾也有很多医院 现在也有在进行这样的治疗 雷射除疤的概念 其实就是希望用一个比较规则的增生方式呢 来取代本来乱长的那种胶原蛋白的情形 所以呢 我们会制造新的伤口 只是在修复的过程中 它这个疤痕会越来越不明显 那既然会制造新的伤口 其实它的照护的方式 就跟我们当初受伤有伤口的照护方式一样 一定要做好所谓的保湿防晒 然后还有这整个伤口的维持清洁 这样子才会有一定的疗效 最后呢 我想有三个重点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刚刚提到了很多的疤痕的类型 还有很多种的治疗方式 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有正确的诊断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说 你到底这个疤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你只是去外面随便买了一个 所谓的除疤产品 没有效就算了 有时候还甚至会延误了这个疤痕的治疗 所以正确的诊断 找对医生 赶快去进行这个疗程的一个讨论 这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能够早时间就接受治疗 不管是所谓除疤产品的治疗 或者是早一步就进行 所谓的雷射的修复的治疗 对伤口的疤痕修复都会很有帮助 第三 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 因为在疤痕治疗的时候呢 组织的再生 还有这伤口的恢复都需要很多的时间 甚至在做完雷射之后 会有一个所谓的发炎后色素沉淀的问题 经过治疗了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之后 你会发现发炎会慢慢的慢慢的淡化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耐心相信 你的身体还有你的医生 会带给你最好的结果 这个拿一道花絮喔 可以 我们要避免激烈的运动 因为呢 激烈的运动 OK 好从头开始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疯狂帮我们按喜欢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喔